这是秋实妈妈 我们俩通话 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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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啊 我理解的疫情隔离 不应该把手机给人管了 但是现在手机是 没法接 好了 我先开始啊 这是秋实的母亲 今天第一个我要报道 我不能全部的给大家发录音 在近几个小时左右 青岛什么城港的 什么黄港黄城的派出所 还有国宝的人 到了秋实父亲的工作单位 到了秋实的父亲的工作单位 谢谢资助的 谢谢资助的 其实期待他们的 我们大家都不说了 别说要不要钱了 我接着说 到了秋实父亲工作单位 询问他们家的所有状况 检查 同时通知秋实父亲及母亲 秋实已经被控制 美其名曰隔离 大家你们放心啊 今天全说你们别着急 全说今天一堆事了 隔离 那么秋实母亲马上就问 在哪里隔离 怎么被隔离的 怎么被抓的 对方一律否认 东哥全知道 待会就说啊 别着急 怎么隔离的 对方都不说 只是说通知你们 按照法律的规定 我们来通知你们通知 那么秋实母亲说 那秋实为什么手机打不了 因为所有隔离的是不可能 把手机还是失联状态 现在是关机了 昨天一直都是通 但是他不记 今天就是关机 我一段一段的啊 那么手机已经是被关机了 就意味着秋实的手机是被强制没收 是被强制没收 今天我就喝出去了 因为我回去也会强制 所以我回去你们放心 我他妈的干干净净的回去 也被强 秋实的手机被强制没收 联系不上 那么正式通知 什么理由是强制隔离 因为秋实去过很多医院 到过很多地方担心 感染 所以被强制隔离 让母亲通知我的 那么我说 您进一步的要跟我说很多事情 那么母亲的原话是 我没什么说的了 只是把事情迅速清楚就可以了 好好说 别急 希望你能帮到秋实 我告诉秋实的母亲 第一我会帮 第二我也在帮自己 大家必须要互帮互助 如果互相没有帮助 不能真实的情况发出去 我们都选择沉默 最后死的都是我们 我没开玩笑 很多人说 我只是一个警察 我只是负责上面命令抓个人 网络说 我只是一个监督的 负责你们谁说的话 我递上去 这些人都这样 我们都是一个底线干的人事 干的事 我们都是上面通知我们怎么干 我们是拉家带口 没办法 我们也没啥错 我们就听喝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正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 才能一错再错 如果到你们这 你们有质疑 你们拒绝 都这样的话 一切都会迎而解 但是我也理解你们 工作工作 挣钱挣钱 养家养家 这是一个循环 我会多说 今天我继续 这是秋实母亲跟我聊天记录 好 下面也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秋实的第一联系人 你为什么要回去啊 你可以不回去啊 我今天跟大家会说 别着急 但是我先把重要的事给大家出了 第一流行人 我们通话记录全有 那么 首先 秋实住在 丰江大厦 A座 汉口火车站附近 那么 当秋实失联之后 第一组人 马上去这个地方 去找秋实 是今天的视频 这是第一个视频 证明什么 证明秋实已经不在他的住宿 我再说一遍 我为什么说 徐晓东 你已经把秋实给暴露了 他的住址给暴露了 我没暴露 秋实已经被带走了 这个住址已经作废了 但是 我为什么要报道出来 就告诉大家查一下 秋实到底是不是大外宣 是不是国家派去的 这个住址 秋实住在江峰大厦A座 在汉口火车站附近 它的门牌号是九层 九层九层九零几 我的妈妈也没怎么看呢 下一个视频 九零二 就是一个大厦进门 这个是秋实所在的门口 我在重生一见 这是在武汉啊 徐晓东只是把这些原封不动的 合理合法的报道出来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不传谣不造谣 下面呢 我都会负我的法律责任 等我回国 你们带走我的时候 你们要想清楚 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继续 下面几个比较敏感的了 我全语音 但是第一个语音 我必须要给大家念 因为这位同志 他不能暴露他的身份 好吧 我一般听 一般给大家念 等这个重要这一段过去之后 我马上把他的语音 全部给大家放给大家 谢谢大家资助 谢谢大家资助 我还说 请大家记住 这是独家的 我为什么说 徐晓东你怎么独家 别人不让分享 为什么你赶快出来 我可以说我非常自私 因为我怕死 我怕死 我只有什么 把我知道的都报出来 让大家都关心秋实的死活 大家也关心我的死活 也能关心 也能关心他人的 那么我们团结互助 要求把真相出来 就不会再出现 最起码像李医生那样的冤死 好了 继续 我先听 不要给大家念 晓东好 我是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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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也是他去武汉的紧急联系人 除了他 他妈以外 就是我了 一天三到四次都可以给他打电话 因为我就说 你要联系到六小时之上 我有可要发动网友 要找你 昨天他是最后一次跟我联系是下午三四点钟 我说你今天什么情况 他说他还在 他还在房间里 然后 大概六点左右 看到他跟心什么想去方舱医院看看 转的是国展那边的方舱医院 条件比较恶劣 这两一个 往上的 叫什么 我一想他要去方舱 那我就往这些时候 再联系 等他一两个小时 先到那边去现场采访 好了 这第一段说完了 他说他是干嘛的 我不能播 下面就可以播了 我再说一遍 这个是第一首最关键的语音 没有任何人有 我晓东爆出来 原因就是什么 我为了自保 我为了自保 我支持秋实 我跟他一起 我回去我也会带走 但是我一要爆出来 我是怎么被带走的 好 我没有以讹传讹 我没有造谣 然后昨天晚上 大概是七点半以后 给他打电话 就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电话通了 一直无人接听 给大家仔细听 但是之前的时候 他一直是 如果他在外边 他会摁了以后 方便的时候 不便接 就绝对不会这么 一遍一遍打电话不接 然后同样也是不接他妈电话 到凌晨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肯定 这不是秋实的爱人 不是秋实没爱人 连女朋友都没有 我有什么处理不处理 实打实地来呗 我们都没犯法 好了 这第二个建议队呢 刚刚我看网上说了 陈秋实终于被抓了 恭喜陈秋实跑路了 我说了 今天我的直播 雪哥 你什么人都不提 什么人都别提 我就让大家看看 这帮傻逼的嘴脸 有多少人在骂秋实 好 你们随便骂 随便的阴 我就纳了闷了 秋实为了大家 连命都不要了 去武汉 受着他妈的病毒的折磨 还他妈被警方带走 你们居然高兴 真好 海外假民运的 你们真好 卡丽辛 卡丽西 你高兴了吧 为什么 因为你终于知道 秋实是大外宣了 因为 我党 为了保护秋实 给拘起来了 是不是 你会这么说吧 还有什么草根小逼 还有那个网络傻逼 那有什么 那蒙面RB 大家都看见了吗 继续 就是全爆出来 我不会用任何语音处理 因为我也不会 喝出去了 这个是他的第一 紧急联系人 然后一直给他打电话 到早上 七点多钟 一直是无人接听 到 蒙面当地 早上 八点以后 应该是手机没电了 就是自动关机的状态 是关机的状态 然后网友呢 也去了他 在武汉的这个赞助职 早上六点多过去了一拨人 谢谢 然后楼下有一路有门 进不去 我就让他们 东北人的骄傲 早上九十点钟去的第二拨人 看到他们巷子口 有几个车 秋实是在被家中带走 然后他们也没敢下车 又去了一个网友 然后找到了他住的这个江峰大厦902 这是另外一个啊 那么现在我们分析是 秋实很可能去方舱医院中途 或者到了那之后被控制 被控制之后 中途回来 有警方带着秋实回来 拿僵活的必需品 同时检查秋实主战地所有的电子设备 继续 然后这个门口是没有被封禁 没有被隔离 然后902是敲门没有人接 有网友出身的 我让他又拍了些空镜 你就不要放了 你们问秋实有没有被感染 谁到底一会儿你们全知道 国宝给秋实妈妈说的 是因为社区的疫情 需要被隔离 是假话 因为他肯定不是在他的住所地 被隔离的 这个有门口的这个视频周围环境 没有任何隔离迹象 包括902确实无人接听 然后门口的也没有便衣 然后头一波早上去的网友 看到的那几辆车也没有了 所以我是怀疑秋实有可能是 从家早上被带走 有可能是他在放仓的时候 那国宝又带他回去东西 早上那会在那 下面也就是说 跟大家说一声 国宝带走的原因是因为 整个小区都被隔离了 所以秋实也被隔离 但是秋实的紧急联系人 拜托武汉的朋友们 去九龄岸房间 还有江峰大厦去查 对不起 没有任何隔离的迹象 也就是说 有些部门在撒了火 我负责的说 这个如果你们把我抓了 我也跟你们杠到底 所以您问的这个关键 关键点没有人知道 就是他到底是被人 发了掉去 那个方舱医院 然后被定位 堵到他门被带走的 还是他去了方舱医院 被带走的 还是出了门被带走的 这个带走的时间地点 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 他前些天一直是有 武汉当地的网友 跟他共同行动 因为有时候去园的地方 他们要开车送嘛 然后昨天没有任何一个网友 就是我联系到的 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是跟他共同行动的 而且他的那个 如果没有网友开车的话 他开的那个小摩托车 也停在这个楼底下 秋实在武汉活动 都是去摩托车活动 现在无从判断 不知道是他有没有顺利 到达方舱医院 因为方舱医院去收军管 没有网友敢去打 他说是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在现场被带走 大家听见了吧 还是那句话 我今天不提任何人 我也不让我的管理员 提任何人 你们看这帮海外 假民运的丑恶嘴脸 秋实都被带走了 他们高兴 他们说活该 说怎么还没死 你们看了这些留言 好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有良知的网友们 所以你们要知道 我跟秋实没有任何组织 任何门派 但是正因为这样 某些民运组织 眼红 CM基督恨 说秋实为什么几天 就从三万变成了四十万 全中国十几亿人口 没有这样的人 包括什么江峰 文章这些的 都不可能有秋实这么大的号召量 CM基督恨 活逼该 我们就这样 碰你妈卡里希 傻逼 你呀卡里希不道歉 我说我都听见妈 戴一次性口罩 五六个小时 憋得滑上来 然后第二天 他在家里边 休准了一天 就马上就觉得 没有任何故事 然后我在 每天跟他通电话的时候 都Festime 跟他视频 然后看着他量体温 体温也从来就是 没有超过36度6 都是正常的 36度4这样 就是强调他被隔离前身体的正常 OK 雪哥 我不提任何人 麻烦您了 所有人骂我们的 今天全留下 所有人都看看 你们记住这帮人的嘴里 那么也就是说 告诉大家 秋实被强制隔离之前的体温 从来没超过36.16度 也就是说 他一直都是个正常的体温和体格 他被带走的 这个是这位朋友 专门跟我提的 非常清楚的 大家也听见这个鱼了 秋实非常健康的被带走 请大家记住 没别的 别忘了 医生在排队 就12345 往下排数字 在表达我们的哀悼 你要找秋实 你自己来武汉找吧 我当时就眼泪就下来了 秋实为了谁去的武汉 就为了你们武汉人去的武汉 然后我就说 我说 雪米开始排队的时候 我前三位我就排队哀悼 李文亮了 但是适者也是我们能让活人能够健康的出来 我都不发表评论 包括有些群去转发 寻找秋实的 信息的时候 就有人跳脚出来说 不用找 安全的呢 他是被保护起来的 都是一家人 经常我这些冒这些话 我就觉得 这句话下面的这句话 是我说的 也是我以前给秋实说的 有些人真的不值得你去救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不值得为他做 我说你做这些吧 东哥您就正常的 真的是不值得 有 现在有些中国人 只是 只是一小部分人值得 大部分人真的不值得这么做 我在新西兰的群里边 发这个 武汉的 我想让世界知道 因为我知道 那个时候国内是封信息的 然后 他们还有一个武汉人 就开始开骂我 还是在我们的房东联盟群里 开骂我 然后说 说我是个傻逼 造谣 让他们都退群 然后把他心知没掌权 把我发来侮辱 我有的群主 就没提我 有的群主直接就把我提出来了 现在就因为我 我发这个信息 好像好几个人就 平时在教会里边 好像还认识我 至少没有 没有屏蔽我 没有那个 删除我 还把我当成反华 反共分子 给我提了 给我屏蔽了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这不值得去做 所以说 谁会为了他们去闹 去反抗 跟中国政府去做的 这帮傻逼 就是命 你知道吗 这是他们的命 他们的造化 他们该得的 真的不值得 你看 别的地方 你说他们不知道 被洗脑 这都是理由和借口 他们出来这么多年 不是也没被洗脑吗 还有一个武汉人 他就在那个环境里边 他亲眼看到了 他能说出这种话来 所以 你知道吗 我们要支持中国政府 该怎么弄他 怎么弄他 活该 不过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在那个推特 一开始有的人发的是70万 后来说是82万 就是为利文量算是工商的各方面 冰葬费的补偿 是82万 但是网上那个推友说是82万 实际上是给他老婆的封口费 但是以这种名语 冠冠堂皇的说 实际上私下里边给他说是封口费 就是让他闭嘴 不要说太多 所以呢 他绝对不敢出来说太多 他再说太多 他就麻烦 就是我昨天也在看了推特上说 陈秋实是强制被隔离 所以说我昨天的视频也是这样的说了 其实昨天我看了这些推特的信息 已经知道了 我今天早上起来以后 我要看这个 徐晓东的这个直播 因为我知道徐晓东跟陈秋实关系很好 所以我就把他的这段录下来 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的转发 我们徐晓东和陈秋实 他们两个人是代表了一个说实话的群体 不是帮徐晓东 也不是帮陈秋实 是帮帮你们自己 帮你们自己 他们只是代表那些 就是不敢说话的人 甚至是人格分离的人 说出了一个事实 一个方向 说实话的人不应该被伤害 所以呢 应该是支持鼓励转发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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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